看看何太 今天他仍然直播 6月16日4点结果3分钟结束 三分钟完成 他还一念很兴奋地不停刺他所谓含收叠叠的表情 相当噁心 但不要紧 忍了三分钟就完成 有点八字眉眼神有点连敏的那种 然后将嘴唇微笑式 但他一微笑就令嘴唇拉长了 当时八在东章还说 这个不是小燕 我老婆的嘴唇很小 这个小燕的嘴唇很大 其实搞错了 你老婆的嘴唇怎么看都比小燕大 这里两东西准备了 他还说很好神彩 充满了状态地迎接他这个4点的直播 今天父亲切的人说 网民合力送了一份大礼给你可罢 两东西就死了老陈 大家开了香品 破了纪录 猜都猜不到 搞两搞又没了 那我们今天就 这个突发讲一讲 今天主要讲一讲何太 就说要开什么商学院 我们拉回来 原来很多商学院骗案 哈哈 其中香港也有一宗新的 今一年 早一两个月而已 另外 为什么何太太被谈广西呢 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很多大型骗案 其中有一宗很轰动的 骗很多台湾人过去做投资旅行 那是一个旅行 投资就顺便推卖了 就说来啦 来啦 来我们是广西 地大密博 很多台湾人都是被骗的 当时 当然还有很多 淋淋种种的骗案都是来自广西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刻意避谈自己呢 明显想和广西这种字画清界线 这个当然是很厉害 看一看香港有一宗 叫日兴商学院 那些人说 智商税学院 这个河马打算搞 就很厉害的 直接寄一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单章 就随机寄 就用挂号信形式寄 后来那些警察的发言人都说 这次这宗 虽然那些设计是一色一样的 最后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要你进去WhatsApp群组 再开户 去假的网站投资 做一些你以为真 但实际人家后边 不停压制的操作 的一些投资 初头你就赚 去按键 你买那些全部升 到你输的时候 他又按键令你的东西跌 一升一样 但他这个变种就很厉害 就是进化版 就是他先印刷一张很精美的 三折的一些硬卡纸 印得很漂亮的 里面也是用中式的边框 去挖住 里面也是设计也很漂亮的 有个二维码 就掃 掃 掃WhatsApp群组 里面的间隔 红黑字条 颜色分明 一目了然 就是说 那些骗徒不惜公本 就印刷 一些这么精美的单张 如果你计算 也不贵 但他肯扔本 还有随机挂号 挂号费是18元 你想想多重要 随机挂号 我看到很害怕 突然间按门中 有什么事 挂好讯 也不知接不接好 不接 不知是什么 不要接 一接 你一扫 以为马进去 日兴商学院 里面有些梅 也是那些 警方有个Facebook专业 叫守网者 大家去了解多些网片的东西 就说最近 两个网民向警方报料 分别 各自不懂的 都收到一张蓝色邀请鹹 刚才邀请他加入日兴商学院 里面发现有大量一些 假的造会人士 假扮是同样受邀进去的一些股民 以为是 但其实全部都不是 我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最夸张 你看到群组 有几百人 天天有不同的名字 账号名 在发言 交流 分享赢了钱 账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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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想过最极端 最极端 最夸张的是 可能里面那几百人 都是假的 只有你一个 自己是真的 你不要以为 里面会不会有些真的 原来全部都是假的 都可以 做梅 唱商网 提供一些 签到送福利的东西 很划算 天天签到 有些福利派 这个投资APP 真是正 又赢钱 那些 还有一个叫林sir 名字 就是说每晚九点 就投资直播 这么似何太 他现在贯彻 每晚就是每日 保证做直播 那些网友 例如我留言 就是说 他不知道看到哪个 哪个 那些老千骗案的 那个事主 就是说 骗人就是要 到七七四十九天 连续四十九天 跟同一批人 不停说相同的 他们就慢慢会信你 这样也可以 其实也挺恐怖的 如果是 每晚九点 有一个直播 教投资的课堂 警方当然呼吁 大家千万不要受骗 因为那些是不存在的 投资计划 他会建设了一个平台 看上去好像真的 以至 他的单张 有两个本地金融机构 有名字 也是乱写下去 别人必会審批给你 你不写也可以 你说你李嘉诚基金赞助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你写而已 他反正也犯法 他反正 你明白吗 他寄了单张 然后要你入局 他这个行为已经是犯法 最后如果骗到你钱 他不再写更大的大话 李嘉诚基金赞助 什么什么 大把 他有什么不删除 再做这个 而且做多了这个 说服力好像更厉害 你想想 有时候多恐怖 别以为 现在说 能够 扔本18元 你想想 他可能要寄一万封 寄一万封 寄一万封 就18万了 你想想 寄一万封 要18万 多夸张 你想想 他扔这么多钱出来 他也欺骗不少 所以谁一中招 你就赢了 警方强烈呼吁 另外 我们看回广西那些 看看河马BB 我自己又作了新名 河马BB 广西就说 高薪女子 后老公人间蒸发 有一单 广西南陵 很多那些 收入不错 有车有楼 但去年6月 和一个姓姜的男子结婚 谁知一年之后 丈夫离禽而失踪 直到后来 又不少人报案 就是诈骗 很多 我们内文不说 说个标题算了 另外 南陵也是 有很多诈骗案 也有很多受害者 有一单就是 纯资本运作诈骗实录 厉害 另外最大单就是 压了很多台湾人过去 就是柬埔寨海外诈骗 越演越烈 曾经熊极一时的 广西南陵吸金诈骗案 亦都再度引起关注 你想想 当年很大单的 这宗广西南陵 诈骗案 那时是瓦解了诈骗集团 类似有存销 旅行投资 纯资本运作纯资本运作吸金 的集团 真的很恐怖 捕了很多人 那时候 一个就是 南陵旅警 藉着奶茶 反诈骗 也有 我们找了一些 主要就是 台湾人很多被他 又骗了过去南陵 就骗了钱 相当之惨 很多 其实 我们尾声先说一说 投资广西南陵公共建设 就用这些 藉口就有些人去一起看 又拘捕了很多人 广西警方 征破 多个诈骗老年人系列犯罪案 很多 贵港 那时候贵港 有一宗 2022年的 我们不多说 这个就是大家怎么看 何太 这个就是 三分钟搞定 他还敢继续直播 他似乎没有转 因为他犯了一个网红 素人蛋起 就变成网红 一夜之间 但可惜他全无技能 他唯一技能就是吹水 而这个技能也不敢再用的时候 根本是等于普通的一个 以前这个网络 早年 不是有四大奇人 不止四个 四五六七个 那些全部都是无一技之长 那只是得过叻骗 够胆死 但你这个不持久 我们那时候有时候 朋友之间 狠是学者研究 就是这班人 如果适当 他有一个技能 你说他懂得唱歌 他生性点 学一下弹结他 总之弹到一首东西 或者怎么样 总之懂一些东西 或者某些能力很聪明 这就搞定 可惜这班人 全都没有一个可以持久地红到的 上天很公平 给你一个机会 但你没有其他东西支援 你一样都是把握不住的 今集来到先 何太正正就是 他什么都不懂 莫说是字 什么都不懂 什么弹起都没用 打一弹 弹不到又下来 又是变回普通人 今集来到先 有什么想法 下面留言 由于